哦 毒 老师怎么会中毒 嗯 老师 您醒了 感觉怎么样 水 小三 我还活着 老师 您活得很好 是你救了我吧 爸爸教过我 简单处理毒伤的方法 我看您昏迷了 想着试一下 死马当活马医吗 没大没小的 有说老师是马的吗 老师 老师 您刚醒 身体还是很虚弱 先休息一下 我给您热点肉汤 等等 小三 你成功了吗 老师 老师 人性如何 魂技是什么 老师您看 五十米内任何位置 我都能发动攻击 缠绕 缠绕 控制系魂师的特点 任性也够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还附带曼陀罗蛇的毒性 老师您说得不错 不过是附带了曼陀罗蛇的麻痹 毒性并不致命 那也足够了 缠绕加麻痹的组合 除非敌人比你多上两个混缓 否则 想一下振脱这缠绕 竟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抓紧时间回学院 老师 您的伤 不碍事 老师 您最近就不要太劳累了 有什么事 直接吩咐我就行了 没想到这次还能死里逃生 我的身体恢复没关系 但你的修炼不能间断 你把书架上第三排左数 第二本书拿过来 这书你收着 书上记载着我对 魂力修炼的一些研究 你先照着做 另外 你现在就去诺丁城的 五魂殿注册 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魂式补贴 也就不用再做公读生了 您先休息 我现在就去 刚好下课 去找下小五好了 听说公读生要和小老大开战了 真的 快快快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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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小老大 你怕了 怕了以后就做我的小弟 我会怕 你以为我是谁啊 皇上 你们公读生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居然找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向我挑战 别废话了 你说怎么打扮 听说你的五魂是兔子 既然你要找死 我也不介意多一只宠物兔子 放心 我不会欺负你们 你们只有十个人 我们就出十个人 轮流出场 胜者便可继续与下一个对手交战 直到其中一方都被打败 小五姐 那就来吧 你们谁第一个伤 小丫头 就算你一个人再抢 其他都是些废物 车轮战后也耗死你 小五姐 让我先上吧 人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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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去吧 手下败将 王上 今天不把你打趴下 我就不姓柳 那你要是输了 以后就叫残花败留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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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主持人 comme输 都另外还要打 都应该撑大 这也是我 所有主持人就是 人家的工资 他才有可能战胜对手 小三 你回来了 干什么 又想说我冲动 你做得对 我们宫读生也不能总是被人欺负 不过 你怎么也应该等我回来 等什么等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人家都欺负上门了 那个叫萧什么老大的臭小子 说让我做他的宠物兔 我要是能忍 我就不叫小五 操这bai 我颓 我赢了 我赢了 我赢了